我一会儿先回一趟家 我让司机送你 哎呀 开车太招摇了 我先去帮你看看 莫氏姐会搬得怎么样了 夏冬冬 你怎么进来的 我光明正大走进来的 我还想问问呢 你怎么进来的 我可是陆总亲自邀请 就等着和我签合同 他邀请的 我怎么不知道 陆总邀请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你 哎呀 李松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冬冬上学的时候 靠领补助金过日子 他又不懂这些 哎 等一下 冬冬 今天这酒会呢 用的全是高档酒 你抓紧时间尝尝 你干什么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手滑了 冬冬 你现在抓紧时间 回去换掉衣服 说不定还能赶上莫总 致辞呢 哎 你不是去酒会 怎么还在家里 别提了 遇到两个讨厌的人 把我衣服弄脏了 你又不学头发 过来 我给你学 这是你先买的吹风机吗 这不刚拿回来的吗 我看你以前的吹风机 已经用很久了 风力还小 而且啊 你总说那个吹风机 吹完头发会变毛脏 我这次抖音 上成双膝毫无结 给你买了个美的的 极光子吹风机 这个风力还挺大的 而且还没什么噪音呢 收拾一下吧 来不及了 一会儿要致辞了 嗯 才敢来呀 居然带着男朋友过来 吃了这层喝 小心我叫保安 把你们扔出去 是他们泼你水吗 你敢扑我 我扑的就是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说他是被牧总 亲自邀请过来的 小子 怕了 我告诉你 摊上大事了 我倒想看看 我摊上什么大事了 各位 欢迎前来参加牧师的酒会 下面 让我们掌声欢迎牧总制词 等牧总制完词 看我怎么收拾 牧总请吧 走 牧总 他是牧总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牧师 主办的名号 但是有两个人 打着是我邀请了他合作的名号 在会场欺负我女朋友 谁要这么不要脸 谁要这么大胆子 牧 牧总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都是误会啊 张特助 把他们请出去 以后有牧师的地方 都不允许他们进去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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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